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之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 为了配合广州市郊外小谷围岛上的大学生项目解决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了先期勘探古代遗存的任务 尽管他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之下 发现了一座等级比较高的硫磺种 可是遗憾的是那墓室里边已经空无一物了 最终在清理墓道的时候 意外收获了一大批珍贵的官鸟刺激 考古专家们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推测 这个硫磺种应该就是南汉政权开国皇帝 刘衍的康陵 就在大伙认为这事一定就是真相 这就是真相的时候 竟然有消息传来说 在小谷围岛上有一个叫做大香山的地方 又发现了新的古代遗存 这个新遗存的发现 不仅推翻了考古专家们之前对于刘皇帝的推测 就连对他本身的发掘 那也是一波三折 具体怎么回事 来看今天的节目 结束刘皇帝的发掘之后呢 考古专家们本以为可以全员撤退了 谁知道大香山那边传来了需要帮忙的消息 他们立即就赶了过去 刚开始看到现场的时候 考古专家们感觉就这还需要帮忙 小题大做 这个砖的这种规格和时代特征还是比较明确的 可能应该就是唐宋 特别是应该是什么中晚唐到北宋早期 这么时间段的一个遗存 那么很有可能它就是一座小型的砖石墓 尽管墓葬很小 但是考虑了当地大学城项目的建设进度 考古专家们还是马不停蹄的投入了工作 当然了 他们本以为这个大香山遗存的发掘能够很快结束 可是随着发掘的不断推进 他们开始觉得 这个地方不对劲啊 跟你我们初步的认识 我想它可能的面积可能也就是十来平方 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从我们进场进行发掘 到第三天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就不对 是这样 考古专家们在揭开这座小型砖石墓周边的耕土层以后发现 尽管砖器建筑暴露的越来越多 可是这个形制啥 怎么说呢 反正是越看越不像是墓葬 随着揭露的这个面积逐渐增大以后 它的那个结构就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建筑遗存 它是个建筑遗存 它不是个墓葬的一个形制 听见没有 这原来是个建筑遗存 可是它又是什么时代 用来做什么的建筑遗存呢 考古专家们也在努力地探查 为了尽快弄清楚这个问题 他们开始在附近搜索散乱的砖瓦碎块 试图寻找更多的线索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村民站出来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 参与我们发掘的这些民工 就是我们北庭村当地的这个村民 然后他就给我们说 你们在找这些砖呀 就是我们很多那种碎砖烂瓦 村民们说的那个地方 其实离这个建筑遗存发掘地并不远 大约四十米开外的样子 他们说 这么多年 村子里谁家想要修个什么 类似水渠啊 累个猪圈什么的 这样的简易建筑 都会跑到那儿去拉砖渠瓦 听村民们这么说 考古专家们赶紧就到那儿去看了一眼 谁知道 俗话说得好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后来我们是用 就用柴刀啊 用镰刀啊 就把那些炸草炸出那些荆棘 砍掉了以后 我们进去一看 那更了不得 里面很明显的是一个 就是外面包装 里面航土形的这么一个结构 村民们所说的这个地方 从青砖的规格和时代来看 和正在发掘的那一座建筑 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时代 只不过形制上似乎不大一样 正在发掘的第一座建筑外星 晋方 而这一座 似乎是圆形的砖包土啊 不过让考古专家们感到奇怪的是 同时代不同形制的古代建筑 竟然离得这么近 这个地方该不会有一个古代建筑群吗 想到这儿大伙都行动了起来 您别说啊 还真又有了新发现 那根据我们的常识的这个判断 那肯定肯定不止这一处 然后我就我们又对应着 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我们最初发掘点往西边 直线往西边再一去 再一清表再一看 地表散落的 有同时期的这些这些砖 很快考古专家们就找到了 第三座古代建筑遗存 接下来这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古代建筑 将是发掘工作的重点 我们重新就调整了我们的发掘方案 和发掘计划 所以我们就是 根据我们考古的操作的那个 操作的那个程序 我们是按照遗址全面的布防 然后按照遗址的这个发掘程序 和操作方式进行逐步这个揭露 接下来还是要面临刚才的问题 这些建筑究竟是什么时代 又是用来做什么用途的 考古专家们通过对他们的外形 和相对关系的分析 做出了一个推测 东边西边是有一大一小 两个像两个那个建筑机 只像脚雀一样 脚雀这种建筑啊 乍一听你可能觉得不熟悉啊 换知给您稍微解释一下 您就明白了 它其实指的就是 工程或者皇家建筑群里头 四个脚上的雀楼 这是自汉代以来的一种理智建筑 它既有守卫瞭望的作用 也可以居高临下的颁布政令 如果说东西两边的建筑是脚雀 那么中间的核心建筑又是什么呢 考古专家们也给出了一个说法 中间是一个航土心 外面是规整的那个包砖 包砖壁 然后在外面是一圈 这种有碎 有这种碎砖呀 然后这种五花图啊 香杂堆积出来的这么一个坡壮的堆积 如果从平面上来看 三个同心圆的这么个结构 然后面上好像又相对比较平 很像一个坛的这么个结构 坛 跟北京天坛一样 用来祭祀的建筑们这是 暂时还拿不准方向 专家们的决定去查阅资料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线索 谁知道这一查呀 巧了不是 还真查着了 就是像十国冲秋啊 南汉书啊 就是那些历史文献里面就提到过 就说是在南汉的这个国都 就新王府的南边 是有这个礁坛的这么一个建筑吧 礁坛 也就是修建在礁外的祭坛 根据礼制 礁坛必须建在宫城的南礁 北京天坛就位于南城啊 也是遵循了这个规定 咱们再看这个大香山所在的小谷围岛 刚好就在广州城的南礁 那我们当时想这个应该是 交谈 那刚好跟文献都对得上了 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全部都兴奋了起来 您要知道 这个地方如果真是南汉时期的交谈一直所在 那么它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丝毫不亚于发现王公或帝王陵墓啊 跟文献对上之后 考古专家们又专门去请教了业内的前辈学者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他们迫不及待的向全社会公布了这个世纪大发现 南汉的这个交谈正在发觉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们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采访然后我们作为考古发现现场的负责人 我们还介绍了我们当时的这个认识 那时面向全国发布的我们考古的认识 真的它就是一个过程 挺有意思的想起来 为什么说挺有意思呢 你要往下看 你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发现从小型砖石墓变成了古代建筑群 又从古代建筑群 被确定成为了南汉的交谈 接下来的发掘 又把南汉交谈这个已经高调对外宣布的新结论 给推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节说呀 上节说到在广州市郊区小谷围岛的大香山上 又发现了古代遗存 刚开始考古专家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小型砖石墓 没成想随着发掘的开展又疑似古代建筑群 那么接着通过查找资料又推测成为了南汉的交谈 那么这个发现正是对外高调公布之后 一时之间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就连国家文物局都坐不住了 派人出动 封两次就是派了资深的考古学专家就现场 等于说帮我们去把脉 这些资深考古专家来到现场之后 左看右瞧 等等不对劲啊 这个好像不是交谈啊 他们就认为这个有可能很可能会是陵墓 可能不会可能不太像我们之前认为的交谈 不是交谈那是什么呀 很快考古专家们就在现场展开了研讨 他们分成了两大阵营 广州当地的专家以及大多数从外地赶来的专家 都倾向于这个遗址 就是南汉交谈 可是有一部分资深专家认为 这个不是 要非说是什么呢 从大的概率上来说呀 这还是一作目 有观众就要说了 你们还研讨什么 证什么证 你赶紧发掘下去 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有道理啊 最终考古专家们也达成了这样的一致意见 搁置争议继续发掘 就不管它最终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考古田野操作规程 你就去从自上而下 从晚到早的你逐步去揭露它 对 你逐步去揭露它 你只有把它揭露清楚了 最终迷离才能够揭开 才知道它下面会是什么 关于大香山遗存的发掘速度 一时之间是陡然加快 所有人都希望接下来的发掘内容呢 能够验证自己的推测 那么结果呢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呀 在发掘进行到地下两米多的时候 转折出现了 挖下去 两米多 差不多三米的时候 赫然露出 那么这个 卷拱 这卷拱 其实就是砖器建筑的拱星穹顶 它的出现说明 这所谓的焦坛祭台下头啊 应该是有一个地下建筑 再结合资深考古专家的意见 所有人立刻意识到 这个地下建筑 就是陵墓地宫啊 也就是说 这大香山遗址并不是南韩交谈 而是一座拥有复杂地面建筑的陵园 我们当时一看 那就不用再说了 那肯定是木 那肯定是木 因为那个结构一下就清楚了 上面是增值 下面是全天 这突如其来的转折 让考古专家们一时间感到混乱又迷茫了 这之前所有的推测都被推翻了 甚至对于硫磺种的种种推测 也再次产生了黑 实际上我们没有想到 下面是木室 因为我们固有的思维 他可能是那边是康林 那么这边是南韩的交谈 这么回想一下 其实刚开始发掘硫磺种的时候 专家们内心也是有疑惑的 首先木室的规模很小 一点都不像帝王林种 再一个 也缺少神道响殿等等这样的地命建筑 可是最终随着木到底部 气无香的出现 大批官邀慈禧的出土 所有人几乎都打消了 硫磺种是不是康林这样的疑惑 确定就是康林 那么接着发现了 这个大香山外方内园的古遗迹 加上着所有的情况 又恰好在文献当中找到了对应 考古专家们自然而然的推测 大香山遗址那就是南汉交谈 那么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大香山遗址如果是个大型帝王陵墓的话 那之前发掘的硫磺种到底是不是康林呢 如果不是 那硫磺种里的硫磺又会是谁呢 陷入逻辑混乱的考古专家们 决定再次求助文献 跟您说哈 又有新发现 再去回过头去看文献 就是在新旧五代时里面提到的德林 就是康林 这个刘延 他的哥哥的陵墓 德林也在这个小古尾岛上 这里头有这么个情况 说刘衍的哥哥名叫刘尹 他在公元911年4月38岁病逝了 当时依然是后梁册封的南海王 直到刘衍称帝之后 又追视刘尹为湘皇帝 那么难道这大香山陵墓的主人 是湘皇帝刘尹不成吗 这不对 首先一个刘尹的陵墓 怎么可能会比刘衍的还要大呢 湘皇帝是他死后以后才追封的 那么按照这种规制的话 他是死后才追封的这个身份的话 他当时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 这种陵墓规模的 尤其他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陵园 还有一点 也让考古专家们觉得很奇怪 无论是受是死如是生的观念影响 还是根据风水勘于学说 咱们古代陵寝制度当中 很少有人在地宫和风土上头 修建永久性的建筑 这也是当初考古专家们 把陵墓误认为是交谈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所掌握的 唐宋大时期的这么一个 皇家园林的陵寝制度里面 不曾见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面对种种疑惑 考古专家们决定继续发掘 希望能够在陵墓地宫当中 找到相关的线索和答案 先清理墓室 清理完墓室以后 随后我们又有选择性的 就是清理那个墓道 很快考古专家们就分成了两组 分别从地宫的南北两侧着手 开始清理墓室当中淤积的泥土 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考古专家们在淤土当中发现了不少包含物 其中大多数是随葬品的残片 质地包括陶瓷玻璃铜银银铁 以及玉器等等 看来这座墓葬也遭遇了不少的倒扰 紧接着考古专家们进入了墓葬的地宫 他们发现这座神秘地灵的封门方式 和之前那座硫磺种一模一样 涌道外侧也是由上到下 用三块长方形的石板封堵 那一侧则是用青砖砌起起了一道封门墙 不过可惜的是 封门虽然完整 可是地宫里头 那简直四个字可以形容 面目全非 不仅一件像样的随葬品都没有 整个地宫呢 也满是淤泥 就在考古专家们以为 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的时候 清理淤泥之后 露出了一块垂直树立的石板 奇怪啊 这石板干什么用的呀 怎么会出现在地宫前世当中呢 考古专家们再仔细一看 不得了 木质 好了 木质一出现 所有问题都能够迎人而解 那么这座陵墓的主人到底会是谁呢 下节说 上节说到 考古专家们在文献当中找到了 关于小谷围岛上另一座墓葬的相关信息 那就是南汉开国皇帝刘衍的哥哥 刘尹的德灵 可是大香山上这座大型陵墓 实在不像一位追风皇帝该有的规格 而且在陵墓的地宫和风土上 修建永久性的地上建筑也让考古专家们感到十分的奇怪 种种疑问都只有通过继续发掘才能找到答案 很快他们就在地宫的前世发现了一块写满文字的木质 这下好了 有木质了吗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然而 当考古专家们看清楚第一行文字之后 心中的心情啊 怎么理解呢 两个字 惊讶呀 写了什么呢 您看清楚 高祖天皇大帝哀测文 是不是听二熟的呢 没错 这就是那个文献当中提到的 应该出现在康陵里的木质啊 在发掘硫磺种的时候 考古专家们还以为这块木质被盗挖走了 如今却出现在大香山的陵墓里头 这说明什么呀 有观众肯定要跟着一拍大腿了 还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才是康陵呢 古迹可能我们应该是高反了 因为这个刘延是真正的南汉的开国皇帝 而且他的在位时间长达二十六年 因为就是说刘延在位的时候 南汉的前妻是南汉国力 基本上应该是 就是他的国力和富裕程度应该是 最高的这么个时间段 事情说到这总算是解开了一个最大的谜团 大香山这座拥有地上陵园的南汉地灵 才是真正的康陵所在 并且以此推测之前发掘的硫磺种 应该那才是刘尹的德灵 那么这个似乎我们前后历史七八个月 让他们考古发掘这个谜底 算是真正的解开了 尘埃落定了 人家自己都已经把自己说得清清楚楚的了 那么这一座真正的康陵当中 究竟会有哪些珍贵文物出土呢 赶紧去看一下 兵分两路的考古专家们 最终在墓葬的中室会合了 由于倒扰情况十分严重 他们在完成整个地宫的清理之后 提取到的随葬器物 几乎都是一些残损的陶瓷器 经过后期的细致工作 考古专家们一共修复了 包括六耳罐 花口碗 粉盒在内的五十八件清磁 和一百一十六件陶器 在这些修复的随葬器物当中呢 有二十多件特别有意思 您瞧瞧 这些是被学术界称为相声的器物 只不过他们的外形 模仿的不是人也不是动物 而是热带的水果 岭南加果 就是他用陶 做了很多菠萝呀 香蕉啊 那还有什么马蹄呀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一摆出来别人一摆 这是广东的 听见没有 岭南加果 这是当时的考古专家们 为了这批别开生面 极具地域特征的随葬品 专门取的名字 除了这些之外呢 考古专家们还在墓葬后世的地砖缝隙当中 发现了两枚玉片和一些串珠 根据玉片中心的穿孔和凹槽来看呢 他们应该是来自一条玉制的腰带 在前世和中世连接的过道上 发现了两件玉玉玺 以及几枚开源通宝铜钱 专家们判断这些应该是盗墓者 遗落在这里的 至于文献当中提到的 康林当中应该有的 骑着一宝 那完全没有踪影 说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 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不是说一般地宫和风土之上 不会有永久性建筑吗 这个康林怎么回事啊 这一点 考古专家们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 也有了一个推测 那就是这种奇怪的包砖建筑 很有可能是流眼这位 很有个性的皇帝自创的形式 专家说的这个苏独坡呀 其实是来源于印度的一种 在台积上兴建半球形塔身的佛塔 最初古印度人建造它的目的 是为了埋葬佛祖释迦牟尼火化以后 留下来的设立 这个苏独呢 在梵文当中就是焚种的意思 本身南韩这个佛教 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 那么流言在位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信奉这个佛教 修了很多的这个佛教的寺院 那么最终整个康林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墓葬形制呢 考古专家们也专门组织的力量 对于整个大香山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和发掘 那么他所显露出来的这个遗迹的话 就是最南端是残存的是 有一大一小两个 应该是相当于滑表 或望住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一路往北 前面临园圆墙的南边 又有一排像个狼式的这个建筑 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再往围走 就是这个康林临园的这么一个 就是南边开门 开这个临门 然后四周有围墙 围墙的四脚有脚雀 这么一个结构 直到今天 康林依然是人们所发现的 五代时期唯一一座布局完整的陵园 更重要的是呢 这座拥有矫雀 圆墙 狼式建筑的陵园 还跟历代的林寝制度有所不同 可以说 这在五代史的研究当中啊 是堪称孤本的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 如今康林和德林的发掘工作 早已经圆满完成了 广州市政府直接在小谷围岛上兴建了南汉二陵博物馆 把这两座历经风雨 幸存至今的陵墓建筑 以及众多出土文物进行展出 让更多的人能够得以欣赏 依托南汉康林在其附近建立南汉二陵博物馆 然后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 解决南汉二陵这个出土文物的保护与展示 同时解决广州这个从五十年代以来 考古出土文物的集中存放保管与展示 怎么样 您要是对南汉二陵的遗存也有兴趣的话 不妨亲自到当地去感受一下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